宝贝你戴的是什么样的帽子呀 我戴的是虎头帽 儿童戴虎头帽的历史也很悠久 西安寒森寨就出土了唐代强保勇 就戴着虎头帽 我们老家因为在山西 我们家到现在还存着 我父亲小时候戴的虎头帽 而且你看看这个虎头帽特别有意思 宝贝你转个身 后面还有个小老虎的尾巴 骨尾巴它是要摸一摸的 要摸一摸 对 就小朋友的这个虎头帽你看 摸摸虎头 吃穿不愁 摸摸虎嘴 驱邪避鬼 然后摸摸虎身 大福大贵 然后摸摸虎尾 实权实美 太好了 这寓意 真好 你的帽子是什么寓意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你觉得你戴上这个帽子漂亮吗 帅吗 帅啊 这个文样是月云 月云呢 是跟她的父亲一样 是英勇善战的一位将军 据说呢 他是曾经以这个五百计 破敌五十万众 非常厉害 那么这个文样的寓意也很明显 希望孩子呢 也具有勇敢 有担当的品质 你戴上这个帽子 是勇敢还是胆小 勇敢你 勇敢你 而这个帽子适合穿越回去送给苗翠花 送给他们家方氏玉比较合适 应勇善战 而且这个帽子真的很好看 我也认领了 回家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 你的帽子上面有两个什么你知道吗 小鱼 是大鲨鱼还是小鲸鱼啊 小鲸鱼 小鲸鱼 你喜欢它吗 喜欢 这个帽子后面非常有寓意 这个文样呢 叫做双鱼细莲 这是莲花 两只鱼 然后它寓意的就是连年有余 希望孩子将来富足 有余 我大胆地猜想一下 是比如说因为女孩戴 然后也有喜字 是不是寓意将来我们家的这个姑娘 能够许配给一个好人家 应该也有这个含义 应该也有 这个帽子呢 确实在古代女孩子戴的比较多